这个礼拜东海区域不平静 中国内部是更不平静 由中共政法委主导的打砸抢 反日示威蔓延 财产损失到了难以估计的地步 而这40年来 争议不断的钓鱼台主权纷扰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达到激烈的顶峰 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共政法委 十八大前的困兽之斗开始 了解这场荒谬的反日戏码 被称为中国40年来 最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财产损失难以估计 本田 丰田 佩纳苏尼克等知名日器遭攻击 包括CV-11 日产汽车 Uniculo等企业也传出关店官场 甚至还有日本公司考虑撤出中国 媒体估计约四成一的日资企业 这次遭波及 而有人抬出毛泽东的画像 举红旗杀气腾腾的极左标语 甚至威胁美国驻华大使 在这群文革时代般的街头报名里 外界看到了中共政法委的黑手 社会的群体事件呢 无论是要爆发或是要结束 都是抓在政法委的手里面 更何况其实很多媒体 包括中国大陆的网民都已经查到了 就说有好几个城市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抗议人士是他们公安 或他们国安人员自己去上阵的 自己去打砸抢 中国大陆的这个保调运动 民间的保调运动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 针对日本的行为 它里面已经有很浓厚的 就是说 已经他们内部 内部意见不异 江泽民派系的残留势力 政法委周永康 和中宣部李长春等人 希望在十八大会界后 安插人士留在中央权力核心 避免诸多罪行遭清算 所以对内对外制造冲突 捞取政治筹码 换句话说 中共十八大前 被炒作的钓鱼台风波 不是东海议题 而是中南海议题 党内的分歧已经公开化 就是在中国的内部 就有一个很高的呼声 就是说要 等于说要把政法委的力量 给降低 就政法委不要进常委 那就要变七席 所以我觉得呢 可能是跟这个席次 还有跟人选 是与直接的关系 钓鱼台猎语 主要由五个岛屿组成 面积仅有六平方公里 纷纷扰扰 从1970年代就开始 早先是台湾与日本的交涉议题 双方都以警察力量 在海上戒户 只有后来杀出的中共 派出了军机 不过中共即使在所谓的保卫领土上 人对内外才亮面守法 这五个岛里面 三个岛国有化 另外一个岛之前已经国有化 但是还有一个岛在哪里呢 那是美国它在练习 这个炸射的一个练习场 到现在还是这样 丢炸弹丢到你头上来 那你还要对 你更要对美国抗议 也不敢 所以说 中国的北京政府 非常明了这个状况 他从头到尾就知道 这个情形是什么 那么还会有这个东西弄出来 你说这不是一种 故意的一个炒作 找不到别的解释 尽管中共接二连三操弄民族情绪 不过这次许多中国网友也呼吁 国人冷静 甚至说抵制日货前 先抵制蠢货 还有民众干脆借这起 最大组织的群众事件 主张反腐败 要求人权 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 醒目的标语包括 先被劳教再保调 以防保完被劳教 给我三千城管兵 一定收回钓鱼岛 给我五百贪腐官 保证吃垮小日本 中共权斗的保调示威落幕 下一波 中国民间真正自发的集结抗争 正叙事待发